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6月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最近各地政府都在纷纷出台 解除限购的这些政策 也是为了救房市 但是随着民营房企纷纷爆雷 各地烂尾楼是越来越多 不关是恒大溢价 像荣创、夹照业、花样年 这些烂尾楼业主总的要维权 一维权都是地方政府的事 实际上地方政府也难逃干系 怎么着都能跟政府扯上关系 因为这个房子晚签是你政府管的 这个房子的监管资金 也是你政府监管的等等吧 所以说这个房子不管开发商 什么原因烂尾了 你政府都难逃干系 所以业主都是分分维权 这就给地方政府造成一些维稳的压力 我以前视频跟大家介绍过 因为各个项目窟窿大小不一样 这个资金去向 可能也只有这个许家印本人能说清楚 甚至他本人都说不清楚 这个钱窜了窜去的 其他的民营企业也差不多 你如果说从这个资金流向去找 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又是被割下了 那么很多地方的这个政府的专班 因为这个地方 有些地方这个房市稍微平稳 房子还能卖得出去 那么他这个保教楼就容易沉 因为他拿那个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进行销售 对吧 这个还能回来一部分钱 想办法能把这个楼 这个项目的窟窿 能给它补上 那么这个浪尾楼也能完工 但是有的地方 房子卖不掉 房子就卖不动 你比如说东北 那些城市房子比较难卖 那你把它盖好了之后 没卖掉的房子 你又卖不掉 没有资金回来 然后你又搭了钱去盖这个项目 负债越来越高 房子卖不掉 回不来钱 造成新的问题 所以这个像东北这些地方 它这个浪尾就比较不好处理 那么现在很多地方这个专班正好借着各地 不是解除限购了吗 你买房不看户籍了吗 也不看你几套房 反正都能买 都能贷款 政策只是稍微不同 那么很多地方工作专班就开始打起了这个保交楼 和解除限购 相结合的这么一个策略 这些浪尾的项目 他不是欠了陈建商钱吗 不是欠了这个供应商的钱吗 以前没有办法解决 不好解决 现在因为限购被解除了 所以说就是理论上 人人你都有买房的资格 那么这个工作专班 就把这些供应商的陈建商叫来 把房子抵给这些供应商 抵给这些陈建商 这个在以前是操作不了的 因为这些陈建商 这些供应商 他没有买房资格 你抵给他没有用 现在好了资格都有了 解除限购了 你都有资格 都可以买 所以专班就把这些房子 抵给这些供应商 但他怎么抵呢 他既要把房子抵给供应商 也要让这些供应商继续供货 让这些陈建商继续干活 把这房子还盖完 所以他们一般的都是 就是比如你是个供应商 恒大欠你一千万 那么专班就把你叫来 说要给你付一百万或者两百万 这是恒大欠你的钱 这工作专班要给你解决两百万 剩下八百万先欠着 但是还有前提条件 什么前提条件 你后面得接着干 后面的账 咱们叫及时结账 由工作专班来负责结 这样就解决了很多供应商 都不愿意进场 供应商都要求专班 把以前欠的账必须要结 然后呢 我们再干新的 那现在专班说了 你以前的账 我来帮你结 一千万 我给你结一百万 剩下的八百万或者九百万 咱们慢慢来 这样供应商也愿意啊 好歹拿回一百万了 那我后面的活咱接着干 后面的活不能欠啊 干多少 结多少 但是专班呢 他也不会给你一百万的现金 他给你房子 他这一百万呢 他替供应商付房子的首付 你换个角度说啊 就相当说送给供应商一套房 这套房啊 首付你不用付 这套房值五百万 首付要付一百万 好这一百万你不用掏了 政府替你掏了 剩下的四百万贷款 你自己慢慢还 这样呢 又把这项目的房子卖出去了 又解决了供应商的 以前欠的钱 又把这个房子盖出来 完成了保交楼 唯一不好的呢 就是这些供应商 为了拿到这一百万 自己又背上了一个四百万的贷款 但是好歹他有房子 大家看看 各地政府开始这么干了 以前啊 是逼着业主买车位 你不买车位 这房子就浪尾了 盖不完了 现在呢 把眼光盯向这些成见商 这些供应商 你不是想要以前的钱吗 反正很大也没钱给 那我现在的方案就是 我给你结多少 但是结这个钱不能给你 帮你付首付 你把这房子买一套 买的没有卖的金呢 所以这些各个保交楼的专班 为了这个项目的交付 也是操碎了心呢 因为这房子卖不出去啊 你只能卖给这些供应商 强行的卖给他 对供应商来说呢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你要不要啊 很大千年的钱 估计是一分也拿不着 你要要嘛 好歹是拿回来啊 一两百万 虽然是没建造现金 但是你建造房子了 可以说啊 这个地方这个专班啊 就是借着这个房地产松绑 解除先购这个东风 开始什么招都用啊 确保这个房子能够交楼啊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个各地这些工作专班 为了保交楼啊 先是把手伸向业主 从业主身上再挂点钱出来 把楼盖好 现在呢 从业主身上挂不出来了 那就要从这个供应商身上挂点出来 从这个成建商身上挂点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楼市不好 你把房子盖好了之后呢 房子也卖不掉 所以他强行摊派给这些供应商 以前你操作不了啊 因为这些供应商 他可能没有购房资格 现在好了 人人都有购房资格 而且你还可以贷款 贷款利息还很低 对吧 无所谓你是第几套房 都不要紧 这个对供应商来说啊 这个就需要权衡了 就要自己啊 要衡量衡量 但是对那些业主来说 这个保交楼啊 多了一份希望 第二个咱们再聊一聊啊 现在趁着各地政府 加上金融机构 现在在各种手段救房市 那么这些房产中介 包括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啊 又活跃起来了 怎么活跃呢 实际上就是搞饥饿营销 又开始吓唬这些业主 你再不买 再不买有可能就要 政策要变了 对吧 又要收紧了 银行利息要调高了 等等 这么一下午啊 有的业主啊 一着急就签字买了 这个是咱们在一个 房产经济内部人 透露的啊 是哪一家中介公司 咱就不说了 你看他发的这个朋友圈啊 说昨天下午 中介公司开会 主要安排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 比如媒体 头条 网易 抖音 快手 每人每天至少发布 20条 微头条 或评论 主题就是要看好成都的房价 均价3万以上 目的是稳住楼市价格 让想抛售的房东撤回卖单 因为几乎所有卖单也是无效卖单 因为房子根本卖不出去 还不如让他们撤回 成都不能显示18万套以上的抛盘 更何况30万套 还有的中介啊 给客户发短消息 说这个原本定的4.25的利息 马上就要停止了 从下周二开始 就是又恢复到4.9了 给所有的这个来看房的业主发这种通知 总之啊 就叫饥饿营销 制造恐慌气氛 逼这些光旺的韭菜 赶紧出手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 很多中介公司都这么干 他们有组织的释放过程消息 最主要的啊 中介他可以操控二手房的这个数量 就是业主跑到这个中介那卖房 对吧 要委托或者是挂牌 这不就跑到中介的登记去了吗 实际上成都市或者北京 这些二手房到底多少 这些中介实际上是有资料的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为了让这个买房的人 有种紧张的心理 所以他把很多业主挂牌的那个 不显示出来 比如说啊 成都市有三十万套二手房要卖 但是呢 他通过种种手段 显示出来的可能只有十万套 只有十万套的话呢 给很多要想买二手房的人 就造成一种错觉 觉得这个房子数量不多 你不早抢 后面就没有了 好盘啊 被别人卖走了 这个在中介行业里面 是叫潜规则 或者甚至是民规则 我相信啊 对房地产中介了解的人 肯定是见过这种手段的 这是房产中介 那么对于很多房地产公司 也是差不多的 深圳啊 2021年年初啊 好像出了一个万人参与摇号的一个楼盘 就是网红盘 这个深圳的网红盘呢 当时开盘的时候非常火 而且还上了央视报道 各大媒体转载 一千多套房子啊 价格最低的一套都是一千多万 卖这么贵的房子 而且当时还有限购啊 还要冻结资金 还要省你的资格 就这样啊 有一万五千多人参加报名 最后是一万三千多人 资格审核通过 参与摇号 一千多套房子 当天就全部卖完了 这么的房子卖完了 大家想一想 这是什么概念 最便宜的都一千万一套 所以啊 当时冻结的资金就上千亿 当时因为限购啊 深圳那些投资客啊 就是炒房的 为了买这个房子 甚至还找人代持 还合伙买房 基金买房 有的人呢 还找人代持一次 买了两套三套的 这个当时记者都有曝光的 也查了一些一批人出来了 这个足以反映啊 当时这个盘有多火 总之 这个被媒体一报道之后 大家就感觉啊 深圳太火了 对吧 深圳都是钢区房 深圳的人都有钱 不在乎钱 所以这深圳的房价 永远涨 造成一种恐慌心理 只要一游 红盘一出来 都是上万人去参与 摇号 实际上有两种原因 一个就是房地产公司 故意制作的 营销的噱头 造成万人哄抢的 一种产面 假象 一种呢 就说明深圳 这些炒房的大军呢 的确很庞大 深圳这个炒房的力量 非常疯狂 结果呢 这个网红盘又开盘了 按理了说 它不都已经卖完了吗 怎么还开盘呢 人家又开盘 12月16日 华润城 润洗二期 开盘 线上选房 据悉该项目 12月17日凌晨1点30分 才完成全部 顺序号选房 1024套房 剩余2000套房源 剩余户型 多为120平 总价1500万左右 项目此次 共备案三栋 123栋 住宅 共1024套房 分别是120平 180平 270平的三种户型 均为金庄交付 备案价格最低 12万2起 最高是13万9 均价为13万2 共有1486批客户 成功意向登记 并参与选房 首先这个盘以前开过了 而且央视也报道了 一万多人参与一号 单产就秒光了 而且冻结资金都上千亿 这个呢 半年前又再次开盘 为什么 说明第一次开盘是假 故意制造万人哄抢的一个场面 那也都是群众演员 都是请来的 12月16日再次开盘 1024套 只卖出了800套 还有200套房源 但是这个也是假的 这个网红盘 说不定还有第三次开盘 房地产商为什么这么干呢 中介为什么这么配合呢 实际上目的就是为了炒作 吸引眼球 炒房呢 要参与制造深圳市 这个一手房 二手房 红红火火的一个产面 吸引这些韭菜赶紧进场 所以在这里咱们聊一聊 炒房 我一直说的 我对炒房的理解 就是那种各种借钱 贷款 去买房 然后呢 通过赚差价 就是把房子 加个上去了 然后就要卖掉 赚差价 然后再去选下一个楼盘 这种行为啊 我认为叫炒房 把它给真正的投资客 应该要区分开 就好比啊 咱们举的例子 不一定特别掐当 就好比股市里面的 炒房的就相当于那些 油资 就是短线 对吧 买进卖出 然后它再融资 融票等等 什么手头都用杠杆 而股市投资的呢 咱们只能是那种 价值投资的 对吧 你选中一只股票 可能就长期持有 至少持有两年 三年 有的甚至持有一辈子 就是不卖 它看中的是分红 是企业成长的价值 这就和楼市里面的 投资客是一样的 他可能买了一套房 他一直持有 但是呢 他可能持有几年之后呢 他觉得 我要钱干别的 或者我要去干其他的 可能把这房子 又出手卖掉 这种都叫投资 他更多的是用自己的钱 很少用杠杆 基本上不用杠杆 总之啊 投资和投机 炒房和投资 是可以做一些区分的 一旦把这些区分开之后 那你叫保护这些投资的 打击这些炒房的 因为炒房 的确是对房价的 这个波动起伏啊 造成那个不好的一个影响 导致这个房价暴涨暴跌 中国的房市啊 一直是蓬勃发展了20年 造就了一大批炒房的 或者以此报复的 非常多 深圳还曾经出过炒房基金嘛 或者是私募基金 对吧 就是50个人 大家凑钱 一个人100万 发行一个5000万的基金 然后找人代池去买房 买了房之后 两年再把它卖掉 卖掉的钱不就回来了吗 然后在基金再推出 每个投资人挣多少钱 专门出了炒房基金 这个就是典型的是炒嘛 加上中介的配合 房地产公司也乐见其成 也愿意参与炒房 这个对房地产的良性健康发展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啊 中国对房地产的调控 应该是把这一批人 给它打散 对真正刚需房的 真正投资的 应该予以保护 要提倡 我觉得这样 这个房地产才能良性健康发展 把炒的打掉 就相当于把泡沫挤掉 现在呢 央行 地方政府为了救房市 救楼市 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宽松 还要解除了限购等等 二手房也可以交易 可以卖 这些都让前一阵子 奄奄一息的这些炒房客 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我倒是希望 央行金融机构要甄别 这些资金啊 该续贷的续贷 不该续贷的 坚决不续贷 就要让这些炒房的 让他自己想办法 解决不了 那就爆雷 以深圳为例啊 大量的这个资金啊 从银行违规流入方式 先流到这个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以什么金银贷啊 什么贷 从那银行的钱贷出来 贷出来之后呢 实际上就买房了 在银行这边显示的 都是小微企业贷款 但实际上资金的用途 是用在炒房了 那么现在央行 如果继续紧缩 这些拿着中小微企业贷款的 炒房的人 肯定会爆雷 但是现在国务院 央行又要大力 这个扶持 保占中小微企业贷款 而且银行利息还降低 这个实际上又给这些炒房客 再输血 所以说这些银行 如果在这一块不做甄别的话 炒房客可能要继续活跃 如果银行在这块甄别 就是这个钱 你去了哪里 是去了房市 那么就不给你虚待 邀请你还款 实际上这些炒房的人 这么多年赚的是盆满 博满 对吧 这个占面财富是非常大的 吓人的 但是实际上炒房 跟炒股的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逃底 他抄底会抄 直到这个时候买肯定赚钱 肯定要涨 所以很多人都很成功 因为这20年房价一直在涨 但是这些人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逃底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 像李嘉诚那样的 大家都看好的时候 他把能卖的都卖掉了 就是逃底嘛 炒房各不一样 就在爆雷的前一天 他还在玩命的买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逃顶啊 因为他认为是永远是要涨的 跌只是暂时的 是一个回调 所以说房地产调控啊 要精细化 过去为什么调控不太理想呢 结果人民群众不太满意呢 房价还是涨 该买不起还是买不起 就是调控啊 不够精细化 该调的没调下来 不该调的你把限制住了 所以这次各地救市 包括央行 金融机构救市 应该啊要更加精准 救就要救韭菜 要限制这些炒房的 不要到时候把炒房的救了 韭菜又受伤害 好 这期关于房地产呢 咱们就聊这么多 下一期啊 接着聊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准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